今天這個食譜 其實我以前是在宵夜吃的時候發明出來的 用來宵夜吃是一流的 但現在宵夜吃的機會是越來越少了 所以今天就改了它一點 在焦爐製造 就是芝士泡菜羊豆腐泡 我會選擇一些摩沙拉芝士 摩沙拉芝士有一個特性 它是很容易融化 融化之後就會有拉絲的效果 但它的味道相對有淡一點 如果你真的想追求一個很濃烈的芝士味 就可以加上車打芝士 或者其他不同品種的芝士 例如高達芝士 那個高達芝士的味道都很濃 也是很好吃的 把芝士全部剝開 放在這裡 接著我們把泡菜都切碎了 切到它越碎越好 因為它比較碎 一會兒就比較容易釀進豆腐裡 好 夠碎了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在一起 如果你是一個吃純素的人 就要留意了 其實很多泡菜裡面的醃料都是有魚露的 你可能不知不覺間 你吃了一些魚類製品 你都不知道 但是呢 是有一些Vegan的泡菜 所以 如果你是吃純素的人 你就要小心去選擇了 接著我們就拌勻它 不斷地拌一拌 有個懶型的做法 就是把它放到微波爐裡 蒸它30秒 讓芝士開始慢慢融融地 一拌就搞定了 蒸完30秒 然後呢 其實我們不用煮到芝士 好像在泡溫水一樣融化 但是呢 它現在已經淋了很多 其實拌勻它就很容易 可以把它拌勻了 接著就簡單了 這個豆泡 我們就把它剪一個洞 每一隻都 這樣剪一個洞 然後呢 搖一搖開它 讓它裡面有一個空間 可以讓我們讓芝士下去 有一點爆出來是不要緊的 讓完之後呢 我們就排在焗盤上 這樣就預熱了焗爐 180度 然後呢 我們就 塗一點點 那麼多油 上去每一個豆泡上面 不用很多的 豆泡本身已經有油 但是如果你塗少許油上去 其實它就會更加地香脆 不可以炒的 如果你真的想堅持去吃得健康些 不是不想那麼肥 但如果你真的想瘦的話 你就不應該吃這樣東西 根本 裡面又有很多芝士 豆泡就有油 好了 接著就可以放進焗爐了 基本上呢 180度焗它 大約 700分鐘 它已經可以很脆的了 最後呢 我們是焗了10分鐘的 這樣就可以出爐了 當你看到它的表面 其實有一些 焗焗的 脆脆的 那就代表它已經可以了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上碟了 基本上這個小食 吃下去呢 你會覺得好像臭豆腐一樣 脆脆的 然後呢 然後呢 裡面呢 就有一個 芝士的流心 然後再加上 那個 泡菜的 香辣在裡面 搞定 這個真的要趁熱吃了 除了你可以燒東西吃 拿來燒之外 放在個爐裡焗 那你拿來做燒夜也好 拿來做 看電影的時候 做snack也好 非常之好吃 看都知道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好可愛 睡吧 不要睡了 現在用Facebook 或者Google account 可以快點登入我們蘋果 一按即入 蘋果爽快不黏